Hello, 大家好, 星期二日, 母親節快樂, 1.8, 今早都要少少時間去準備一下 究竟市場發生甚麼事, 因為這個影片是想跟大家講究竟 接下來的一個主意, 應該盡量避免不要碰市場, 哪些卡應該碰, 哪些卡不應該碰 可能會比較長, 拆開來說, 上半月是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不應該碰, 不應該扔錢 下半月是一些有機會可以翻到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影片會比較特別 因為是可以拿著小點銀行賺到很多錢, 反而這個影片不太適合你, 拿著5, 7, 10 萬 因為當你炒開貴的東西, 你就好像不太想處理便宜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影片是剛剛相反的 先說了, 我不太詳細說球的能力值, 因為是很主觀的 但你看到的價錢已經全部跌下去了, 拉莫斯跌低過1秒, 他起手是 昨天還是1.6, 然後已經988, 華拉尼也不錯, 算是跌得少, 他也是維持昨天1.8, 現在跌回1.6 蘇哈雷斯反而很誇張, 蘇哈雷斯是2.1, 2.1, 2.5 然後就逢一聲跌到1.5, 滴莊也是一直跌, 滴莊跌就比較麻煩 因為滴莊其實是跟這個 Team of the season, Team of the year 掛勾的 我只能說這張卡供應仍會繼續跌, 但這張就會跟著下去 當然這張如果跌10萬, 我猜這張會5萬地跌, 不會說這張跌10萬那張跌 畢竟這張供應仍已經斷了, 但這張卡供應仍會很相似, 我不覺得有什麼很大分別 之前也有問過, Tony Kroos 和 Carsola 是否是 Lighting Round 斷貨的 我都說這些都不會斷的, 因為我覺得這兩張卡大概是350K Max 現在都已經回到210K, 我不覺得它是特別有斷貨的可能性 因為這些卡基本上全部都, 應該說In general,這一刻 Community Vogue也好, 英超也好, 去到現在西甲也好 不要跟沙臂的聯賽比, 西甲是真的很不興奮的 我只是覺得五大聯賽中最有應秀性, 最多人抽的應該是英超和發甲 異甲當然好, 有斯朗, 但大家都要記住 斯朗在Team of the Year上已經有一張在這裏了 都已經鎖住了那價格, 我不覺得新的意甲會有什麼特別好 令大家眼前一亮的情況 斯朗以外也不會有一些很誇張的卡 所以我現在還是等下發甲才會再出手 說回這個市場, 就是這一刻的市場很窮 我們會說是Market Broker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兩次的英超和Community Vogue 類似這些叫做Repeatable SBC 已經令到Market很窮, 很多玩家都沒有錢 Team of the Season之前, 大家仍然會有很多錢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卡會很貴 或者沒有特別的SBC, 令到大家會很憧憬去做 其實大家也會看到, Team of the Season之前 肥料是一直跌下去的 告訴你, 肥料跌和市場的掛勾是什麼呢? 根本就沒有人用肥料 基本上就是肥料越多 人都不想保持肥料 人們變相多了錢, 在等待 即是等Team of the Season 今天買的球員 你買了Team of the Season 用完之後 但每一次去到星期二、星期三 就會有Webcode Leak out 就會告訴你 會有一個叫做Repeatable Player SBC 基本上就是你拿84、84、51個 就可以無限重複做 這些SBC下限地 每一個都二、三百K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是 那些是guarantee 但那些是82升級的 可能是七萬元、十萬元做一次 或者五萬多元做一次 你不斷地loop的話 是不斷地清掉這些Coin 清掉這些Club 大家都可以看 有張挺新鮮滾熱辣的圖 大概十分鐘前出 Guarantee to Rare Gold La Liga Player 又是跟上次英出一樣 上次又是84還是82 Guarantee四張 這就是兩張Guarantee to Rare Gold 那我只能夠說之前買了 西甲Rare Gold 那些是有一點點 因為 我不覺得他出兩張Rare Gold 的 要求會有些什麼 可能83、84以上應該不用 應該就是 要求是只要你放了11張 西甲的Quicksell卡就可以了 那些75、76、77 總之你拼夠11張Rare Gold 就出這個給你 我覺得 未來星期二都應該是 星期一或星期二 都是出這件事 那 我都是覺得很多人會做 這個也是 EA 這幾個星期 都用得到 很絕的方法 進去吸大家的Coin 那OK啦 吸完大家的Coin 那時候又怎樣呢 你不就要去 賣這些卡 你要不斷賣這些卡 你看回那些 popular player 的 list 其實 我沒有想過 今天是星期日 weekend的美元 叫做第3日的weekend 第2日或第3日 其實現在weekend的sale off 已經出現了 就是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 很想快點 買了這些卡 因為 我手頭上 以前可能有一對球 值5mil 然後我拿了 百多 200萬 但因為這兩個星期 我已經賣了錢來做sbc 其實我可能只剩下一對 5mil的球 但是我沒有了 只剩下幾十萬 但你要計算 我的5mil的球 可能已經是 就剩下4mil半 4mil2 或者4mil的時候 那你要怎樣呢 你可能就要 我快要賣這些卡 拿回一些cash 然後再看看 之後 再 plan 我下個weekend是怎樣 當然要再看看 下個weekend lead 是出什麼 因為 我會這樣去 predict 如果下次出得格 或者二格的話 未必會再有人 那麼瘋 衝進去 打weekend lead 但如果下個星期出發格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人衝進去打 因為很想 那些人都會抽 尼瑪、包皮、賓耶達 太好用了 因為這些真是 遊戲頭、遊戲 直到遊戲尾都會 更多人用 但你不會看到 二格和德格 有一些 很吸引你的球員去用 這是我大概的想法 所以現在的人 不斷地去賣這些卡 不斷地under格 例如 將迪裝你會看到 現在960K 明天你會看到這張卡 跌到910K 星期二會 你會看到800多K 甚至更低都不期 因為 有剛才的guarantee SBC 我也想有些 reference給大家看 大家不要想著 這些卡 會不會 跌到一個位置 我可以進來撈底 這次我是不建議 所以我剛才的影片 開頭都說 這次的影片 是被一些 預算低少少的人 去買卡 去投資 是因為 我的 假設就是 基本上現在這個遊戲 除了weekend lead 平日是沒有人玩的 即是由 香港時間 禮拜一 下午 至到星期四 派賽之前 是沒有人玩的 有 都會是一些 用untrade球隊 去買來 打那些objective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打objective 基本上都不需要 用全明星隊去打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方法 例如 我 我 隨便一對全德甲 或者全西甲 打一些 例如 集位 全中十五球 很多人都會 傳訊息 給對手 去促成 特地購買一隻 很厲害的 卡滑茶 這樣利用 所以很多人都會買卡 但是你說會不會 集中在星期日 或星期一的 weekend lead sell off 現在的趨勢已經不同了 很多人都很聰明 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weekend lead sell off 就說快買了 那些人就寧願避免 我不想 跟你那些人 爭著星期一 星期日 去鬥戰 賣的 會不會星期二 星期三 賣便宜一點 跟你說 情況就是剛剛相反 現在就是 星期一你覺得最便宜 不是星期二才便宜 但其實星期三 更便宜 就會出現一個叫做weekend lead sell off 由以前傳統只有兩天的時間 延長到星期日晚 然後殺到星期四上午 所以 我的影片第一個點是 我不會在 這一刻 至到星期三晚 都不會投資 這些所謂的大價格 這些team of year 跌到什麼價位 我都不會怎樣 因為是 你用一個 很便宜價錢的運地卡 你用到2.3M 可能買到跌到2.3M 都不會有人跟你接 雖然是 雖然是便宜 但是沒有人會 接這些卡 還有另一個原因 說這些卡 為什麼會跌呢 就是因為 西甲這次這些卡完全不吸引 我覺得這張SBC是吸引的 稍後再說 但是 西甲這次這些特別的卡 其實是賣不起錢的 我覺得 例如拉莫斯 竟然這張拉莫斯才 98萬 我覺得是便宜的 當然 EA也做過一個比較差的 計算很有問題 你做這一張才是400 500 其實這張卡其實很厲害 你 這張 貴一倍 人們都會說93和96分別 但我想跟你說 這張拉莫斯已經很厲害 很多人都已經在擺 文迪卡華茶 華拉利 再多一隻 Baby real 叫做in game 轉位 都可以 其實沒有什麼人 真的需要這張拉莫斯 除非你說 我很有愛 加上大家打weekend 都知道 很多人都在用這隻 你會不會再衝進去買一張拉莫斯 尤其是這張拉莫斯 我完全覺得是沒有投資價值 因為他已經有一張很厲害的 Entre 反過來 如果你是沒有這張拉莫斯 連這張綠色的也沒有 Moment Flashback也沒有 我想你會寧願 做entre 多於買一張100萬的卡 我相信 你只會跌 這張卡可能會跌到 你只會跌到80多萬的時候 你只會說 我買了一張多萬 為什麼我不拿來做 這些untre 我還可以博 抽得到什麼 所以 這張拉莫斯 這張卡 是很差 那 反過來 英超的卡 會是怎樣 英超的卡 我都覺得 是會繼續跌的 我相信 現在是 無一陷面 即是不會有任何卡 可以獨善其身 個個都跌的時候 全部都升 你會看到阿古老爺跌到 1.94 之前大概是2.2 2.3 迪布尼 4米 樓下 雲迪克 2.8 前日 現在2.4 華Di跌到700多 樓下 其餘都不特別 至今的羅伯神 大概是300K 樓下 說的是一張 那麼厲害的 雜貨 OK 我之前有說 現在一個星期七日 基本上有哪一日是值得可以去買卡 買這些所謂的貴價卡 賣 基本上就是星期四的 Rewards Time 和出team of the season 之前去賣 大家記得上幾段 上兩個視頻都跟大家提過 某幾張卡 可以說你真的很想買 或者有些人都提過 說很想很想買 結果會是怎樣呢 就是 其實那些卡 結束都是跌的 例如 Osman Danberle 之前也有大概400 你們說 450多 460多K 買 博它上回去 結束了 最後都是上到47K 其實你不會太賺到 這張卡已經開始 反跌了 反而 你有哪張是真的升了 就是之前華拉尼 我說你真的很想 很想 買卡來炒的 買這兩張華拉尼 那時候 大概 跌到 我叫大家買 應該是20多 210 然後就升到上去 240多 但其實 它最高位的時候 這些卡 不是出了 team of the season 之後才賣 是出team of the season 之前 那一個小時賣 因為 那個小時 記得大家的Telegram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不斷有很多人 列勾了一些卡 出來逐張 拉莫斯 華拉尼 那時候還有 歐巴拉克 還有 新迪卡蘇拉 有一個 官方分享 然後 大家知道 糟糕 出這張卡 肯定貴到七彩 那些人就會 買回 IF 卡 OK 那 出了這張 Tam of the season 的時候 這張卡 是大約2.8mil 但我也覺得 有少少便宜 因為我覺得這張卡 值得 應該是很貴的 但是 沒辦法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EA會設置這張卡 真的只有1.6 我都覺得 是便宜的 那 那些人 反之就是 衝回去買回 這幾張 IF 卡 Headliners 我都建議大家不要碰 上次我說Headliners 太貴了 不要減碰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670多k 跌 升到上781 782 但是 只有一個小時的hype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在那一個小時 賣不到這張卡 你就會 只是靜蝕 幾個小時可以 蝕五、六十k 我就不太想 去採取這個 所以 End up 上半月的影片 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 這些這樣的卡 貴價卡 我不會 在星期 三晚之前 做任何 部署 不會扔錢 因為 它只會不斷地跌 沒有人買卡 900k買不到 8150k 8150k沒有 就不會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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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到最後 就會跌到listed 這就是我正在看的東西 講回SPC 這張SPC我都覺得是好用的 但5K來說絕對好用 還有西甲真的沒什麼左翼是厲害的 加上靚國籍、靚聯賽 要拿回其他Lit都不是十分藍 但大家要記住 還有一張尼瑪 尼瑪是這個位置最好用的球員 他這張卡的好在本身不是貴 而且球會真的好 他的出現導致兩三張左翼卡 可能會出現一點點 不要說Panic Excel 有些人都會拿出來 因為哈薩特的左翼卡 這張本身不是特別多人用 亦都不是好用 但這張卡有一個很好的參考價值 這張卡基本上跟SPC是一樣的 能力值都比較相似 大概是四星、四星、 Work Rate一樣 Agility 高 其實還有另一張機三文 但機三文完全不可以跟他比較 因為機三文速度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靈活 這張是跟剛才那張好似的 其實是跟他有同類型的作用 我覺得十多萬的卡 我覺得都可以投資得過 就是等他星期三或四 那張SPC接近遠的時候 你會等到這一張 那些人 Panic Excel 到那個時候 然後你就會搏薄去 rebound 可能是星期三 買的 可能星期五上就已經會rebound 那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夏薩特 同類型的Greisman 都可以試一下 Greisman Antonio Grisman Antonio Grisman Antonio Grisman 機三文的第一張IF 都可以試一下 那張也不太貴 我看不太貴 100期以下 都可以試一下 我看不太貴 個人意見兩張比較上 就應該夏薩特 會多些人想用 那張機三文 因為這張機三文 其實是很奇怪的 即是 好扭又不是速度 肯定沒有 只有三星腳 不過只不過是一片 我認為這一張是唯一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不是特別有什麼Panic Sale 我都不建議大家 衝進去買任何東西 那OK 之後的部分 大家應該要去做些什麼 第一就是 我會說 開始試一下買 有兩類型的肥料 我建議買 看看肥料 現在都便宜 860 13 14K 870 8 30 20 還有這些 大概是38 但是今次 這個星期 既然 叫大家不要去 扔下大架卡 的時候 不如試一下 有兩類型的卡 我建議大家去 就是 入一些 NALIGA 即是西甲 86 87的卡 為什麼呢 因為85 大家知道 剛剛那張巴塞人 已經做了 做了巴塞的SBC 其實是Buffet 86和87 是沒有衝上去的 那 我的假設 這個星期的SBC 都是圍繞西甲的人 的時候 那 他們的卡 都應該會是 怎樣說 很多都用到西甲的球員 來做SBC 可能是其中一個 那 其實就不要衝進去 現在買 什麼 發甲 得甲的球員 肥料 我寧願你 特別買一些 西甲的肥料 還有 剛剛也說過 是不是有 叫做82 的 SBC 那 我覺得 如果 很多人都問 我只剩下100K 200K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都建議大家 去買一些 接近 快售價的西甲 普通 Rare Go 的卡 沒有特定哪一個球員 哪一個Club 但是大家照進去買 但什麼時候要買呢 我建議就是 出之前 或者出之後 那一個小時 可以買完 其實你的Profit 不會說十分高 但是 你要很短時間買完 我覺得都值得投資 因為你現在真的沒有投資 你要做 你就要找些東西做 那 肥料 就真的這樣 就不要說 入英超 那些 第三 你們在肥料 什麼著手 就是星期一 大家都知道 上次的沙地聯賽 應該就快結束了 應該都不會延長 大家就知道 星期一 明天就會出一個 日次一級的聯賽 的 的 的 我之前 都看過 這個星期應該會出中超 就是CSL 那 CSL 的話 就會比較 奇怪 因為 CSL 是很多很實用的肥料 那 如果這一刻大家想 真的試一下 試一下 有什麼肥料可以升 的話 可以買一些 例如 寶蓮 Oscar Taleska 這些 球員的肥料 放在這裡 因為 我相信 大家不會有些 很難猜 就是 哪些中超球員 會做不到 那個 Team of the Season 我自己覺得 寶蓮 Oscar 這幾張 都會有 因為他好像都出過一兩張IF 那 這些 大價 那些 我又未必會 特意 真的去 碰這些卡 因為 你知道中超的卡其實很便宜 那 大家可以試一試 中超這些可以 那 到最後 就是 會有人問 究竟買什麼 UCL 因為我之前 早兩人都提過 UCL 是最值錢 而且一用的時候 他的升幅是最大的 那 那 我不特別說哪個球員 昨天有人已經跟我說 我一說完 就可能 衝進去 買 那 那 我有六隊 這個禮拜 是 提示 想大家 去試 就是 第一 巴塞 巴塞 的UCL 那 第二 我逐個 逐個 說出來 我逐個 說出來 OK Brasalona Brasalona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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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 的UCL RAR 就 不要買 common 是買 RAR OK 那第二 就是 我會買 Muchin 就是 拜仁 Mu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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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仁 應該要買 Muchin 第三 就是 買 拿波尼 拿波尼 第四 就是 車仔 對了 還有 剛才 還有一對 第五 就是 買 得甲 來比石 德甲 那對 來比石 我剛才看到還有一對 我剛才忘記了 Drop 等我一會 還有一對 突然忘記了 我遲些在群組裡 分享 總之有六對 馬上給大家五對 巴塞 巴仁 毛利克 拿波尼 車路士 和 萊比石 這五對的UCL 我建議大家現在可以買 那些人都問 要不需要等 燈光 其實都不太需要 可以照做 那 都沒有太大特別 可以做些什麼 都拆開了一個影片 一半是不應該去買的卡 一些是我建議大家去買的卡 那 基本上就是 EA 就是大家在吸收大家的銀行 那不觸碰大家的卡 的時候 大家要做什麼 就是買一些西甲的平價人 做SBC 西甲的86 87的肥料 買了剛才建議的UCL卡 還有就是 CAM卡 我都特別不會觸碰 那市場應該會盡量 有一個大量的Undercut 的出現 會至到星期三晚 那我覺得這段時間 就不會觸碰特別的卡 大概就這樣 Anyway 說到一些其他遊戲的東西 其實前面也有人問過我 這遊戲大概是怎樣玩的 其實現在這幾天 遊戲機店出現了 它也是大概一個 好像以前WCCF那種玩法 都是鋪11張卡 加5個後備出來 那現在這些卡都 全都出來了 很多玩法上都可以的 有玩WCCF的人都可以 用舊卡 也有些可以玩 或者用新卡 那也有些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問我 因為我自己都會有興趣玩一下 那大概就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Thank you